各位同心各位同志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安 大家精神真好 早安 那個秘書長 有我們跟大家做一個 發理的一個概要說明 我們大家都有清楚最近的狀況 趴去整個天才落下來 這是很大的新聞 我們今天我們看 沒聽到 今天的題目是台灣發理 發理台灣 我們來做一個來念一下 台灣民政務是台灣發理 台灣民政務是台灣發理 台灣民政務是發理台灣 台灣民政務是發理台灣 今天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要叫我們陳志 我們請字 那個交合47年 初期班13期 國際行政班是第一期 所以說大家來互相研究 來我們會館的時候 大家有看過這個 我們先調查一下 來有看過這個請牙手一下 牙手 這樣 我也有看過 好 謝謝 這就是我們中央會館的看棒 那個門牌齁 我們的金毛路 來互那個金毛路 那個會館齁 是100盒 我們是100 1億 很剛好 好 各位 所以來介紹 這是我們 那個新得主 三重軍的辦公室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辦公室 剛好開在 的 派出所 隔壁 厚德派出所 我們現在這個 鄉親市場 我們有親朋友 設有說 在三領埔路 甚至是新增的 台北市的都沒關係 有經過 這邊 裡面來 跟 發動一下 他這個旁邊 我有警察人員 有時候我們 每個禮拜 他這裡都有一個 演講 發力演講 所以 他們裡面包括附近的 都知道 甚至網路上 怎麼有年輕人 普及電視 說 這是什麼所在 慢慢有很多人去看 這就是 那個 三重軍的 軍手 開的 這個就是 辦公室 來 剛好 這裡面子看 前面子都 警察車 三重軍辦公室 最近 那邊 有一個 掛起來 歡迎美軍 親主 簽名 已經把它掛起來了 手簽已經開始掛了 這個 掛的 附近開始問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 為什麼 我們歡迎美軍 親主 幾天而已 每個禮拜 有發力的 掛民會 這是 那天 台灣官 合法 35年 那天的 暗示 一個 演講的總控 四個十五 這個 美國助理國務卿 他說 台灣自治 這個新聞 其實 他說的 這個台灣是 正在台灣 為什麼 因為 美國 包括世界 各國來講 對台灣人的一個 立場 跟看法 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 台日本帝國的新民 現在雖然說 有簽 古今山合併 教育 但是 簽合約的地方是 日本國的那個範圍 但是台灣 台灣 包括 沃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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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整個 沃淚 是交給 日本國來討論 但是台灣 目前還沒跟 全世界 各國來 簽合約 這一定要 重要的 就是 大日本帝國 至今 還沒有跟世界各國簽訂合約 所以 我們 跟現在 美國來說 有關 還是 敵對的關係 所以都一定要注意就說 你們台灣不是 第一本帝國 日本國怎麼都不簽合約 因為日本國跟大日本帝國 是兩個不同的一個 狀況 政體不一樣 所以要了解有一個狀況 探討 檢討美國擴張歷史 這是 譬如你們四月二十二號 少少的 主席證明 古今三合併條 第二條B款的架構內 美國有占領權之間隔諸島 即第三條的架構內 聯合國委託 由美國托管的琉球群島 是以美國單獨之決定 為什麼單獨決定 因為 古今三合併條的第二十三條 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 所以 而且它是征服 唯一的征服者 所以 有單獨的決定 歸還日本 以法理推論 台灣的最終地位 是在 萬國公法的架構內 由美國和日本協商決定 無色聯合國 他那邊有說 因為 聯合國 聯合國也可以 插台灣的事情 不行 從美國戰爭史 宏觀台灣國際地位演變 2014年4月3號總算有美國 有令人震驚的表現 羅素 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 提到 美國對台灣自治 自治 不是自治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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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關閉法 台灣 公共 台灣 台灣 公共 民國 台灣 很多沒有研究國際政政法 韓國共法 古今朝平台的台獨團體就跳出來 很高興 就是說美國改變台獨支持法治台灣的主題 其實美國說的是政敵台灣的主題 法治台灣的主題 在哪裡呢 是日本天皇陛下主權下的自治 我們在哪裡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這在新台灣論裡面三百九十億的 裡面就有講到這個部分 大家學官當心回來看 這是蔡西班的教書 行憲教書 交合二十年四月之一 就是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之一 台灣自法立的議員 不是正日本的實民地 是台日本帝國天皇陛下的領土 我們台灣民政法的專名 大家做說明一下 我們的台灣民政策的全名是 台灣群島美國民政策 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根據就是這樣和平了約 台灣民政策即將成為 法理的台灣治理當局 剛才說的 正在台灣是政治的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說台灣治理當局 目前有兩個地方 對於政治台灣跟法理台灣 我們是政府 我們不是政黨 有這張新聞證 這張之後 學生的學貸就不用行 比如很多 包括所有 都有拿到 都拿到台灣政府身份證 學生的學貸是很沉重的 畢業之後就開始還學貸 你只要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學生都算數 當然是本土台灣人 他那個右上角的class TW才有算 台灣法理是我們共同信仰 養成每天上台灣民政策官方網站的習慣 這關網 先說問一下 我們這製造的動信 是透過網路了解 台灣民政策的請 拿一個手 好 那個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紹 跟你們統帝的 好 謝謝 閱讀專欄文章 增長知識跟內行 並且在日常生活中 與周遭親朋好友 合環解鎖耐心引導 我們在平時跟家的人來說 請朋友在講法理的時候 我們不用怎麼會認為我們 理直氣壯 所以在講的時候 有時候口氣 可能會比較強的 但是我們盡量拼勁 因為對的事情 小聲說好好說 也是對的 但是我們大聲說的時候 人們會說 我們說法理的怎麼會 博派的 其實不是我們要先選擇一下 對方我們跟他講法理的時刻 是不是我們要選擇說 比較好好地說 讓他去了解 甚至我們聽他說之後 說完之後 他問題點 我們一定可以了解 說我們跟他對待 時間他講的 他沒有了解 不然我們聽 我們就了解了 為什麼說 所有工師包括班長說 鼓勵大家一定要 好好地來讀這本新潘論 因為我們了解之後 很熟悉 我們在講的時候 引軍據典 我們不是說自己變的 每一個新潘論裡面的內容 完全是按照法理 由必須長來寫的 所以 每一季 每一季 都是法理 我們在講的時候 英雄的 每一個地方 我們在講 小聲說 好好地說 我相信對方 都一定可以 接受不了 OK 我們英國是真理的道路 只英雄賣 是一個本土丹人 都有貴政獨 一起依著 國際法理 安穩地走出政治戀儀 步入台風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目前 看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我們全世界 那個熱點 幾乎是全世界 甚至非洲都有 中國最多 全都積重 美國 歐洲 俄羅斯 目尖尖也有很多 看到 像是控美案的原告 剛剛畢士長有說 誰是控美案的原告 台灣民政府就是控美案的原告 美國政府為它支持的是原告 台灣人民請勿上當 台灣民政府祝你平安 這就是 透過全世界的聯報 我們要做一個呼籲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 經濟 日空空幾年四月七七 第五項的結論 美國各行政單位 應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另外觀念就是我們參與 台灣民政府的運作 你就是控美案的原告 當時 日空空兩年十二月 台灣民政府 各美國總統 這五項的法官 我們 稍後再黏一遍 本土丹人沒有國籍 本土丹人沒有國籍 本土丹人沒有國籍成員的政府 本土丹人能處於政治的項目中 就是 台灣民連在美軍軍事占領中 第五 美國行政單位 應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這是當時 抗九年四月七七 美國聯邦 最高歡迎順序法官 不讓他打拓 台灣的未來 法例台灣跟政治台灣 法例台灣是 日俗美將 這個日俗什麼意思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國 要分證清楚 政治台灣 大中國的思想 這個台灣裡面 是在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裡面 總共有六 集結有六的團體 這是體制來 他們的體制來 是台灣的主要的軟圈 法例台灣的 是在這個體制外 台灣民進府 他公共百年議會設議生立 以過國際建政法 這就是剛才說的雙政府 雙政府 正在台灣跟法例台灣 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我們 最主要我們要跟他們說 你們 你們是 綠軍喔 台灣民進府是綠軍嗎 千吉仔 不是嘛 我們跟他們說 台灣民進府不是藍軍 台灣民進府不是綠軍 台灣民進府不是紅軍 台灣民進府不是紅軍 我們是 台灣軍 早上就有聽到台灣軍的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規模 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台灣民進府是 台灣軍 不是紅軍 不是藍軍 不是綠軍 我們是台灣軍 去俗美藍 主人在這裡 目前的藍領就是 美國總統 這是台灣的主要爛源 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因為法理地位 是在美國 AIT政治指導下的台灣自己當局 非主權國家 簽得 簽得X5之後 中華民國就注定離開 為什麼 X5是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兩個時間的一個協議 結束到 敵對狀態 結束敵對狀態 所以說 在2010年的 629 簽定之後 下降的6月30 美軍就進來了 測台30年 第7艦隊 光兵在臺灣 法理台灣 你 要改革 台灣現在 亂上 亂完的第一步 就是 了解 台灣真相 目前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美國軍事的 占領地 由 台灣 美國民政府 就是 台灣民政府代替 美國 一行 民主管理 這個台灣民政府 裡面的 成員必須由 被 占領地 的人民所來 造成 占領這些 主權 就是他決定 由 被占領地 的人民造成 這個台灣民政府 這個 今年 台灣民政府 在華盛頓地區 記者酒會 與美方互動 就是 九月分 我是台灣 台灣人 領土的主權 在哪裡 看一下 不是感情台灣人 堅持法理台灣 台灣法理 還要提醒一下 台灣民政府的 網站 網址 天皇主權 台灣主權 當時建國 一百九五年 馬關條 日本天皇 用有台灣 花十年的時間 來征服 把這個東半部的高砂族 部落 透過 當時的 第一本帝國 參加的 國際會議 跟美國 問說 要怎麼把高砂族 征服 用戰爭的方式 美國提供意見 當時 美國在西部拓荒的時候 就緊急 國際戰爭法 跟印第安人的部落 跟關係部落的型態 用這個戰爭 跟conquest的征服 征服之後 就可以納入管轄 十年之後 日本天皇 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這就是軍政時期的結束 開始就 訓政 訓政的1937年 黃民化運動 說日本話 取日本名 這有一個關鍵詞 是說1937年 剛才中國的盧溝橋事變 日本天皇 以前就知道說 那個 馬關條約 就是他們說的 馬關條約 其實他們要說 下關條約 日清下關條約 就說 當時就是 千國 台灣的部分就是 十民地 十民地 可以分掛 給 這兩者 他就說 欸 跟 黃民法 黃民法 就是說 所有的人 可以了解 日文 日語 他不只要看到 大日本帝國憲法 不只要把憲法 實施在台灣 所以 做一個前置 一個行動 就是說 給台灣人 可以說日本 給日本 都可以 一九十五年 四月 那年 你剛才 黑金阿華 黑金阿華 剛才美軍集囊 天皇造書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全台灣 這個紙幣 錢 大家說的錢 眼睛很金 這個 一九四五年四月 行憲造書 其前所用的紙幣 跟行憲其後的紙幣 面額明定 有不一樣的地方 待會兒再做說明 這個說明 台灣族一九十五年四月 他開始已經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因此 這不領土 不得一尊主權 如果是 那時候 一九十五年四月 還沒行憲造書 他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 是可以被 切割的 我是法例上的 台日本人 不是感情上的日本人 這 去年 去明治天皇 黃林 參拜 可以的 行命 台本帝國的臣民 才可以去 日本國的人 國民 國民 不可以去 自從 兩岸 EGFA簽署後 中華民國已經被刺化 自己當局勢必更換 台灣人最大的公義處是 中華民國的留安政府 趕快離開台灣 去哪裡 中國 福建 平安島 古年已經開行 台灣民政府依照 究竟讓和平條 將 2014年12月31日前 接掌政權 台灣國際地位 開始正常化 然後由 台灣民政府維持統治 幾年 這個是要由美國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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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全國來決定 社會維持平和 人民守法 簽訂合約 剛才我說的 還不簽合約 台灣還不簽合約 美國就會撤軍 必須和土地主權 擁有者簽訂合約 土地主權擁有者 是什麼 日本天皇 所以前幾天 四月二三二十 日本天皇跟歐巴馬的近民 很重要的定位在這裡 簽訂合約之後 台灣有兩個模式 第一個 剛才是 琉球返還模式 就是1972年 琉球返還的模式 另外一個模式 是自治政府 就是common wars common wars 這個可行性最大 台灣發力發力 台灣是尚美尖 這是 台灣人 唯一一個 都心的崗孤 三個公報的台灣 就是台灣自己當局的 政治台灣 Chinese 台北 美國以一個中國政策 三個公報完 台灣關係法 作為解釋所有台灣 跟美國發生的台灣問題 唯一漏掉的是 1952年的4月28號 舊金商和平條約 這是當時簽訂的一個會場 這名字 名字 名字 自由時報 跟聯合報 的刊測的內容 我們看一看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商和平條約 San Francisco Peace 生效 請問美國總統 國防部長 國務卿及AIT 理事主席 What are you doing 你們在做什麼 請執行 舊金商和平條約 國際法的規定 第二條 B款 日本政府放棄 福爾摩沙和澎湖的權力 民意和主張 一級放棄台灣和澎湖的主權 權力 或稱管轄權 不是放棄主權 第四條 日本人民和 財產權 服從美國軍事政府分配 與支配 第二三條 美國為台灣和澎湖的主要佔領全國 請遵守 下列的 You must do it 你們必須去執行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但 台灣民政策的主要精神 為北線 釋放 這是台灣短片 台灣短片 在 三圍一圈 Chinese Taipei 是流亡中華民國的名稱 裡面有看到這個重點 流亡中華民國在1949年12月6號 宣布暫時遷租台北 其範圍並沒有包含整個台灣 台灣是日後台灣政府台灣民政府才能夠使用 必須是合乎 戰爭法律與舊經商和平條約 條款才有資格使用 國際要應與Chinese Taipei為中華民國之名title 台灣人可以推資 第一 中華民國卻是中國的流亡政權 Chinese Taipei一級流亡中國 第二點 中國流亡政權落腳台北市 並非中國之城市 可證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三 台灣人選手雖不具正式中華民國國籍 卻能代表流亡中華民國比賽 但是在正式國際組織場合 流亡中華民國是不能代表台灣 台灣人選手不是代表台灣 而是流亡中國政權 所以說我們要看這個官網文章就是在這裡 重點我們就可以了解 make more mistakes 不可以五次 短片二十四 國際法律的法律為改 國際法律裡面有自然法 萬國共法跟國際條約 甚至是美國憲法 當然也包括二戰後的就這張和平條約 就這些國際法的 法律位階而言 可以整理出下列的規則 就是在秘書中在三月以二十 所發表的 我們大家要了解一下觀念 在不可逆行的法律體制內 位階較低者不得抵觸位階較高法則 這是通則 意思是說 這一條是自然法 第二是國際 萬國共法 第三就是 憲法 國際條約 這位階較低就是後面這裡 第二個不能跟第一個抵觸 第三個也不能跟第二個抵觸 還有一點 自然法 萬國共法 不能屈就 憲法還是國際條約 我就要把自己的規定 放寬鬆 這都不行 所以說 不可以五次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得違反萬國共法 非萬國共法 不得違反舊金山和平條約 法理立場 並無本末導致的空間 所以說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台灣關係法 可以抵觸萬國共法 可以嗎 可以抵觸 舊金山和平條約嗎 大家都有一個觀念 觀念要清楚 這個台灣戰情宿會國 裡面有說到 戰情法的內容 在台灣戰情宿會國 第一本裡面的 第二十字 二十五字 我講到這部分 戰情法是 用以規範交戰國的行為 現在1820年 1830年 拿破崙席捲歐洲的 戰地為王的觀念 已經過死違法 那被佔領的人民 他會想說 我要如何將征服者 敢離自於國家 武力嗎 尤其對戰爭 這都不行 因為那直接對抗 是最不明智的行為 只要很簡單 只要當地生立民政婦 Civil Govern 恢復社會良好秩序 征服者必然自動離開 有什麼 因為有戰情法的規範 戰情狀況的分類 交戰國在作戰後 一方投降或要求停戰 雙方停火到 和平條約簽署前 所發生的佔領情況稱為 交戰國軍事佔領 最多的禮 就是一求勝五年的十月義股 叫做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不是台灣光復節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這時候呢 占領區叫什麼名稱的 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區 和平條約簽署後 進入善意佔領期 這期準呢 軍事政府的平臨自理體系 就開始建立了 對Civil Govern 開始建立 這是經濟美國國方法 陸軍總署匯編書 FM41-10 這本書裡面所講的 美國戰爭法的匯編呢 範圍包括佔領法在內 時間是1940年11號 由美國國防部陸軍總署 首次出版 在這本裡面 FM27-10 有憑慈很忙去看 用途是什麼 美國總統司法部各界 處理或引述因戰爭帶來的 各種解決方法的依據 最高法院判決 或者是戰爭習慣法的 慣例法 會引用討論 戰爭法的法源 政前法的法官裡面有 會比較 公約來的雕用 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1949年日夜晚公約 國際紅十字總會規章的 人道主義章節 第二點 戰爭慣例 戰爭的傳統法 與慣例法 可比你為 英美的不成文法 第三 美國與他國的大法官解釋文 最高法院判決 或者聯邦法院 因戰爭行為所產生的判例 這他要看 我們怎麼說 領土不能因戰爭失敗 而被割囊 這是萬國公法的規定 可是殖民地可以 大日本國天王陛下 持有台灣的所有權壯 就是日清下官條約 這前面都有看 我相信 前幾個 那些工書都有抗過 我暫時這樣過 看得好 複習 日清的下官條約 那些工業在這裡 前面的時間是 一百九五年的四月十七 對不對 日本下官 日本下官 不是日本馬官 日本下官 所以叫做 日清下官條約 到這時間 一百九五年的六月十七 到這第一點是 台灣的基隆三雕橋外海 日本的輪船上面 日清假武戰爭 戰敗 與日本簽下 中日講和條約 劉王中華民國稱 馬官條約 大日本帝國稱 下官條約 台灣戰爭史回顧了 第七到第十一頁 有說到這個族群 看這裡 開大格蘭族 格拉馬蘭族 道卡斯族的身體 這部分 會比較西拉雅族 還有馬卡道族在這裡 高砂主席 東半部這地方 那時候 白母族的媽媽 這是大約這樣 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我們有看這個 愛金 愛金 跟白母族的媽媽 才有這個愛金 福爾摩沙 那時候的地圖 中文難民隱瞞台灣人的真相 就是這一個圖 你讓我讀 這個圖 這個圖代表什麼意義呢 清國蠶食台灣地圖 透露一個不為人知的真相 就是日本政府完成全台灣圖的軍政統治 譬如說 譬如說 斑發美國是說 鐵糕到菜刀 它的由來 竹竿裝在菜刀的由來 在這裡 鐵糕到菜刀 鐵糕到菜刀 鐵糕到茶刀菜刀 鐵糕到茶刀 這個地方 這就是 當時台本地國 台灣圖裡面 發生一個事件 叫做 獄政事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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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 這個事件代表的一個意義 就是 軍政事件的結束 西來安事件 獄警事件 1915年 發生第一點在哪裡 哪裡 它裡面的器械照片 上面還有旗幟下 大名慈悲果 這就是感情的台灣人 他都要用血腥暴力 都用感情 我們也可以用法例啊 用法例就好 鐵糕到菜刀的意思是說 你們是潮茫奇異革命 鐵糕到菜刀明定 掛美國國旗 你們就是要用美國國旗 來潮茫革命 這是很不好聽的 不怪是 美國人都 請你用旗艦 不要用鐵糕 意思在這裡 大日本太陽旗跟台灣的彩虹橋 決定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天空 這是賽德克巴萊 千古第一日清交友戰爭前 擁有的是 浮沃摩沙島上的西部 六個屯墾區 外加澎有一共七個屯墾區 三年乾 兩年末 抽油水的市民地 它剛到千古 九十八千 滅世高沙部落的東半部島區 它都 頭過兩個事件 就是 牡丹色事件 和南甲之盟 這兩個事件 南甲之盟是跟美國 台灣族跟美國之間 兩個發生 這個 船難 美國發 就是有一段 發生船難 羅發號 擱淺在南部 那個 南甲之盟的地方 它擱淺之後 然後 這些 當地的 那個 原住民 就是牌原住 欸 說看 就全部給人 台台 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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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千國 茅廠西 就當時 那個 定義是外交官 對全世界 annonce 說 那個地方 是化外之地 法與不法 任憑貴國 自行處置 再來另外一個所在 是 牡丹社 牡丹社是跟日本國 留給這個 衝突 同樣這個 茅廠西同樣 又annonce 說那個 牡丹社的所在 是化外之地 定義說 他把東半部的 這個 主權 主權權利 對全世界 宣佈兩次 所以大家就知道 原來東半部 不是千國的所在 順利說 台日本的國在收 收復福爾摩沙島 是免臨必須接受美國建議 建議用 用政政法 政學的方式 開十年的時間 政學 各山俗的步路 完成福爾摩沙島 全島納入領土範圍 開十年 這代表 高砂族的 戰鬥力 有強嗎 打破一下 很強 所以 高砂義勇軍 的名字就是 這樣來 像是 賽德科巴萊的 鄉手 來 做調查一下 是日本的 請牙手 賽德科巴萊 你已經 有看過這部片 是鄉手的 是日本的請牙手 剛才有 來 是 千古的請牙手 千古的請牙手 謝謝 謝謝 因為那是一個傳統領域 高砂族 他那個傳統領域 就說 我部落從 從古至今 我部落在那山裡面 那 就 冰冰棋打 室家走室家去 那哪個鄉鄉有 不知道對來的 抓牆 說要把我們統治 當然也會抵抗 自然性的抵抗嘛 那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千古 他就不可以去 征服那個地方 正如說 把這個 爛攤子 給大日本帝國去處理 大日本帝國 經濟 政策就是 美國的建議 那個征服西部 就是 印第安人部落的方式 去做征服嘛 所以 參選這個衝突 其實最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千古 教教不會 當初 教教應該跟他講 不是台灣全島 他應該是說 台灣 西半部 屯肯區 做 割讓的這個動作 沒有的 我相信前幾天有看到 下官條約全文 尤其是 一個張立文 張立文講師有說的 他在裡面有說得很清楚 馬關條約的內容 你看 我們有看到台灣全島 所以我們看到 千古 這是千古的國旗 這是清國的國 大清帝國的國旗 所以 它是最主要 教教不清 所以 人是台 人的課程 台灣史節嘛 對自己 為對來 有一個認知 台灣史節嘛 這就是徐格林 徐蔣師 我們看到 戶籍成本 申請那個 台灣 台灣政府身分證 是否要去 學政事務所 申請日治 日治時代的 那個 戶籍成本 會看這個嘛 哪有看這個 福 福是甚麼意思 講福建化的 平埔族的人 誰要福 如果清國的人 會誰要親 誰要親 親 親國的親 這總別一 就是說 可能是單人 公務人員 甚至是 他擁有 良民的資格 他這個總別 還是三 可能有一些狀況 對治安 有一些憂慮 他只要總別 還是三 這樣看 塗黑的就是 東西的 他要把 沒人知道的 他把它塗掉 我們可以說 其實戶籍 戶籍 藤本 是台本帝國 用心 抵立台灣 一個最好的政府 台青帝國 他比 台本帝國 先進來 包括 東民王國 東民王國 其實他 統治的地方 跟南半部 我們又不同不記得 台中又是一個 大杜王國 所以 鄭成功 有統治全台灣嗎 沒有 沒有 他似乎他的地方 所以說 這個 戶籍藤本 是大日本立國 用心治以台灣的證明 所有的人 都列入 造冊 非常清楚 我們就看說 馬接醫院的林瑪麗醫師 研究 DNA 族譜 我們本身 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 真的台灣人 可以不妨 去 走一座 馬接醫院去驗DNA 他有一個族譜 為DNA族譜 結構 找到我們的祖先 主要的系統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不妨 國刷 國刷 是台北 台灣貴族 有什麼叫貴族 謝謝 有什麼叫貴族 因為 當時這個 台北大國要政府 他的時候 怕他再次 又叛亂 因為 我們知道部落的人 有時候他很高興 就好 不高興 可能就 都拿起來準備 又要出巢了 所以 就找他們部落裡面 頭目 跟台北大國的皇族 寄給他 納 納為 親族 所以主義群人 開始就是 台灣的貴族 跟皇族通婚 所以就是貴族 銀行券跟鈔票是公開的正式文件 鈔票不需要購買銀 很清楚 1945年4月1號 行線前使用的銀行券抬頭一下 台灣銀行券 這都照國際法 明天的規定來做 1945年4月1號 行線後使用的銀行券 明天的抬頭一下 日本銀行兌換券 中間這個交界處就是 招和陛下的行線造書 依萬國公法成為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1945年4月1號行線前 1942年 1942年的 台灣銀行券來做代表 明天是要什麼 台灣銀行券 也像中央銀行嗎 也像日本銀行嗎 這都有照幾紀來 來 我們人家與 台日本帝國是 預計 高於憲法的天皇造書 我們知道 台日本帝國憲法 如何是行 它必須愛 經過 日本天皇 行憲造書 才能讓它生效 不會像一般民主國家 憲法 明天知道通過 就可以 議會通過 就可以實行 大日本帝國的帝國憲法 是必須由 天皇下寫造書 讓它生效 所以說天皇造書的權利 一定比 一般的議會 權力還要高 也尤其是一子的 天皇造書 那他能加入大日本帝國 依照天皇造書 因為說 不必經過帝國議會的討論 直接讓大家人變身民 朝鮮皇帝將領土管轄權 永久 讓與大日本大皇帝的依據 重要依據在哪裡 是在191年8月29號 Announce的一個條約 叫做日韓並和條約 是191年8月22號 由大韓帝國總理李完用 與日本代表室內正義所簽訂的條約 將朝鮮全部的統治權 永久讓與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就是這張 我們要看大韓國旗 這個大韓國旗 這個大韓國旗 這句話是大戰的 大新聞 我們要來看 留下 內閣總理李完用 這是 大日本帝國 室內正義 這面上有什麼 這是 大韓帝國的皇帝造書 面上有說 歐巴馬將仿韓 歸還 朝鮮國旗 等一下 20號 這個20號的新聞 南韓媒體報導 美韓 韓美雙方商定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 25日仿韓時 美方將 曾在韓戰時期 被美軍 非法走私出境的國旗 和預保 共九件文物 歸還南韓 南韓通訊社指出 這些朝鮮王朝皇室文物 在韓美兩國合作之下 去年11月 被美國調查單位查獲 九件皇室文物 包括大韓帝國的國籍 皇祭之寶 朝鮮王朝 第27代王 大韓帝國最後一位皇帝 純宗 為了付清高中 於1907年製作的 壽康太皇帝寶 以及 朝鮮朝廷在任命官吏時 使用的御書之寶等 由於美國內部有關程序比較複雜 文定王后跟朝鮮王朝第18代 王顯中的預保 不包括此次歸還 歐巴馬這次應南韓總統普錦會總統邀請 將從25日起 對南韓進行兩日的國事訪問 所以說這個國旗已經贏了 這有重大意義就是說 他管轄權 他慢慢 買給日本天皇 永久管轄權 日本政府是放棄 可是日本天皇有放棄 那個對朝鮮的管轄權嗎 沒有喔 要記住 趙和陛下的行憲照書 彩色版 再讓大家看一下 OK 大日本帝國台灣的行憲紀念日 複習一下 1945年4月1號 重要指標日 會計年度 跟新的政令 實行的日子 4月1號 大日本帝國 顧有新政令會計年度的開始日 基本常識 只有法國人有權利過4月1號愚人節 大家要記得 4月1號是法國人在過的 像泰國的潑水節 全世界每一國都在過潑水節 沒有了 那是泰國人的節日 愚人節是法國人 法國人在過的節日 有一個清楚了解 別人在阿公家裡在一個很高的狀況 我們帶出兵甚至在隔壁鑽的隔壁鄉鑽 剛好需要去找一個人家說 阿公生意快樂 當然可以 但是不必讓全世界都去那裡 同樣的道理 4月1號愚人節 是法國人 法國人的節日 這市長 台灣銀行券是殖民地時期使用 這牽涉到主權 權利的問題 領土時期使用的是日本銀行兌換券 我們可以到目前的台灣地理統領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在台灣使用的這個鈔票 來做一個對照 他才有看到 日本銀行兌換券 日本銀行兌換券 形線之後有用的 依據國際法理 萬國公法就是我們學朋友的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內地在哪裡 在1945年4月1號之後 大日本帝國內地已經延伸到台灣 澎湖甚至是新南群島 我們看台日本帝國的國境 它的環圍跟日本國是不一樣的 日本國是 貨海島北海島本州四國九州 大日本帝國的國境比較看 從頭前的北方四島 現在的日本國部份 包括朝鮮半島 祖島 跟那個台灣沃沂沃 新南群島平鵝 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保留那個地方 有三個民眾 內地人 本島人 跟高砂族 那是那個 甲子園的新聞裡面就有說了 他們在補助 施行準備文 準備要徵兵啊 緬甸有寫 台灣本島人 韓高砂族 徵兵至施行準備 內閣總理 這個比較有 昭和18年9月23號 內閣總理大臣 東條隱吉 這個總督府印 台灣總督府總督從第一任到第18任 是由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親自任命 1945年4月1號 行憲日料 第19任總督 就是安藤立吉 則由大日本帝國政府的總理大臣來任命 台灣總督府在1945年10月25號 被稱以解散 所以大日本帝國有滅亡嗎 我們總督府想國家變變變變 林耿立先生他把我們想的 政府不存在不代表整個國家滅亡 這國人的掃墓 有去攝影 一個孫先生他看 明天科日皇 那時候的人就有這個觀念 土地上的日皇 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 我們要看誰是跟我們同一國的 誰跟我們是敵對國 我們要看這 招和天皇東條印記到下來這裡 本間亞情在泰國東南亞的部份 一個將軍 鋼純寧次 鋼純寧次 這是中國戰區裡面 愛心絕羅普怡 這就是滿洲國 我們的盟友 汪肇明 就是中華民國南京政府 唯一合法的政府 泰國的 越南 越南也有皇帝 叫做寶大帝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的盟國 我們一樣是軸心國 這是同盟國盟軍的聯軍的部份 就是富安柯林 羅斯福 史迪威 麥克阿瑟 蔣中正 孫立仁 跟邱吉爾 會腳下來這裡 這裡是蘇聯的 澳大利亞 這裡全部 奉大給大家看 傷亡損失 這裡看 民主的救星是招和陛下 因為擔兩顆 關主堂 在長期跟廣島 本來美軍 是暗算 要把第二顆的 關主堂擔在哪裡 擔在台灣的身體 現在那顆關主堂 擔在台灣的身體 今天台灣人的名文就不一樣了 好感到 來 大日本帝國是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1945年8月15號招和陛下 育英先入投降了 在1945年9月2號簽訂投降書 崇光奎代表身份 複習一下 他比較有像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兩顆身份 天空和建戶 為何大日本帝國的國體仍然存在 這是黃灰 這是國灰 國灰 國灰 國灰是什麼 桜 要記得 所以台灣 台灣還要再選國灰嗎 國灰要不要 不用 國灰就是這個 國灰是什麼 桜 不用再選野百合 大家要記得 那是中華民國 流氓體制裡面的人 主張大陸的主張 我們不贊運動 國家變變變 最重要的一句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滅亡 我們複習一下 人在想的 警察 萬事一夕的大日本立國 永遠存在 大日本立國就永遠存在 我們看台日本立國的國旗 王道姓 王道姓 大日本立國的憲法 現在跟日本國務 還是第四條 跟第九條的部分 第四條是說 天皇是國家的元首 總攬所有的統治權 依憲法來施行 日治元是王道姓 政體憲法 是明治憲法 王道可以拿出來堆 堆就一樣 你看看 日本國的國旗 它是亮紅色的 紅色的 鮮紅色的 它的憲法裡面 改掉的第九條 是放棄戰爭權 現在在修的就是這個 日本國的國旗和 台本立國的國旗不一樣 政體也不一樣 和平憲法 改租明治憲法 改憲法 改憲法的第四條 和第九條 皇中對上的 聽到不一樣 虛偽效忠 林徒範圍也不一樣 修憲完成之前 日本國還是 不正常的國家狀態 為什麼 裡面有左派 跟台灣一樣 左派就是韓國人 這個就是給亂 為什麼要給亂 沒有大日本立國 再度崛起 這幾年 3月13至3月17日台精英聯席會 站起來 我們再看一看 站起來 叫做大串康夫 他是 日本國智慧隊 中長帝五 他在日台精英會議 有說到一個內容 他在會中 很嚴重的表情 跟必須長問 我當年28年 日本國的智慧隊 來過台灣十八週 發言日本人跟台灣人都尊敬 都尊敬 都尊敬 理政會選擇 而且呢 現在台灣人要求 維持現狀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 要跟 中華民國 整個關照 我相信很多人會 有這樣想法 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長 就給我回答 這六十八年來 本土台人 跟要求兩件事 第一個是公平 第二的政議 中華民國 占領軍 英文做不到 這兩件事 公平和正義 而且上禮拜 就是 去年3月13日 上禮拜 美國跟我們說一個記憶 就是 本土台人人的新聞政 都叫中華民國 做記憶 當時的這個 我們就 你現在有 帶這個新聞政 之後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背面 右上角 有一個用科的號碼 都幫你做記憶 這是 在座日本國的人 都很怕 怎麼有這個事情 你不知道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背面 右上角 就是媽媽的部分 做記憶 那就是奴隸 中國難民跟本土台灣人 連自由女神都驚訝 台灣自己當局不敢告訴你的真相 第一週空白身份證流水號 辨識出 你是台灣奴隸 還是中國 VIP 好地不一樣 公平和正義就做不夠了 他怎麼可能是正常化 不可能 這個地方 要遮起來 為什麼要遮起來 他不要讓你知道 當然要遮起來 比如說 你們日本國的人 也不用很高興 也不用說 我又好教授 因為你們的苦難跟我們一樣 日本國家 日本學國 經濟環境很好 當然日本國的人 不能接受 比如說 比如說 用日本天空 導航的東西 明君 驚訝 那當時的台本立國 再度崛起 就把大日本立國四分五裂 當時的北方速度 交給蘇聯占領 沖繩交給聯合國託館 左方的獨島由韓國占領 南部的台灣符合謀殺 日本本島由盟軍親自佔領 沒得就是 沒得到 大日本立國再度崛起 關鍵這個地方 當時開始折領的時候 美國在現在 日本國安排 100萬的韓國人 左派 在台灣安置 200萬的中國人 在這兩個地方的 100萬和 200萬的人 各自掌握了 各區區域的政治跟經濟核心 所以台面上 我們看電視這些 所有 領導政治方面 經濟的領導人 親儀社 不是親中派 不然就是 中國人 不台灣人 我們要看一下 台北內國的部分 被佔領的部分 新日本國 新日本托管 還有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已經成了一個 獨立的政體 北方四島由蘇聯佔領 主島由韓國佔領 台灣 由蔣介石元帥來做佔領 飛來到 本週四國九州由美國 聯合國 就是佔領 琉球 100萬韓國人 左派 是這個 跟台北這裡 做那個 讓他亂 亂不團結 就沒辦法崛起 200萬的中國人 就在台灣裡面 無碼分屍斷手斷腳 主要不得就是 不讓大陸帝國 再度崛起 大川康夫跟孟比樹長 留給美軍的求婚 他們會一次拐 日本國 要向聯合國抗議 這樣的做法 可以做嗎 譬如你們說 劉球的問題 是在聯合國 性立正 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你們 向聯合國抗議 是無效的 當時 沖縄 向美軍來抗議 少女強暴事件 暴力事件 都要向美軍走 但是 就是這些問題 無效的 向聯合國抗議無效 日本國大川康夫中將 聽到 台北政府 比樹長剛才選 之後 他的表情是這樣 都了解 笑笑 剛才很嚴重 怎麼笑 都知道了 他又要說 要回日本國 要大力宣傳 這三個改動 過去現在跟未來 中美斷交 1979年1月1號 是做一個分割線 因為以前 這個 美國打敗 日本天皇 將日本台灣出分 麥克拉斯 維多蔣介石元帥 他在台灣分成兩部份 目前由台灣準備總司令部 民政部分 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他後來這個 出銷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變台灣省政府 這個改動 他叫做中華民國 聯合政府 在台北 是類似主權的國家 這時候 本土台南的公平和政議 就已經沒有了 新聞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美國是 依儉而已義務 日本是 依儲款義務 有立場協助 台灣民政務 實現台灣台灣 政府政上法的訴求 1979年1月1號 就是台湾關係法 追溯的那天 它是在那年的 1979年的4月70 由美國國會通過 當時 我們台灣才有兩個人去 一個是郭雨昕 一個是王仁祥 就是郭雨昕的助力 去兩個人 面對一大堆的美國國會議員 整個這樣就改割 所有台灣人未來的政治 能夠的生活 因為台灣我們合法 他就是 要為台灣人 取錢 一方面是償還 台灣戰爭在二方面是 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人始終是擺在前面 而把真理跟法理 先擺在後面 當然 現在美國 有改善了 因為 台北民政府 搞 2006年10月24號 搞 他就要必須要叫 古今山和平條來實現 現在的政權就是 台灣 台灣關係法的 台灣 美國國民的 民間組織 讓中華民 中國聯合政權 繼續奴役台灣 將中華民國 占領軍 改名叫台灣 治理當局 必須聽命於 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導 總統 正今 就必須要 當美國好店 他怎麼不要當 英國女王的好店 主要的就是在這裡 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發行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 這些台灣是 the people on 台灣 兩種人 藍藍做那個 所以港島 沒效 你再拿他們的 太前去投票 無疑是加長 自己在政治煉獄的時間 延長行期 我相信大家沒話說 但是在我外面 不知道這個人 就是說 年底選舉 我看他們還要拿 我沒有太前去投票 好 謝謝 今天的口令到這裡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的休憩 10分鐘 有人的通行證 落去嗎 通行證 30號 張武 那個識別證 現在做好了 可以來我這裡拿 識別證做好了 可以來我這邊領 謝謝 燈 特豆 謝謝 我們 我們可以拍照 謝謝 我們可以拍照